在汉化改革之后 北魏综合实力上升之后 孝文帝也想统一中国 所以从497年到499年 他多次亲征南齐 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是至始至终也没能彻底打败南齐 公元499年 孝文帝病逝于南征途中 没有回到首都死在途中 中年只有32岁 说咋这么年轻就死了呢 关于孝文帝之死 我们现在猜测 可能跟他那个后宫不省心 有点关系 后宫不省心在哪 孝文帝前后两个皇后 都姓冯 都是他奶奶冯太后的娘家 侄女 冯太后有点私心呢 也是向着娘家 想让娘家能够长想富贵 老太太想 那我有我在 我能照顾娘家 我要死了咋办呢 所以他寄托于后代身上 给孝文帝娶媳妇 娶的是他哥哥的女儿 他的侄女 说这样 皇后是我们冯家的 那这我死了之后 也可以安心了 皇上能照顾我们家 对 看明白了 差倍 他两家有亲 这个亲在哪体现出来 文明太后的丈夫 就是孝文帝的爷爷 叫托巴瑞 再往上说 托巴瑞的父亲 托巴黄 然后托巴黄的女儿 有一个女儿 柏林长公主 嫁给了冯夕 就是冯太后的哥哥 是这么个关系 然后 冯太后这俩娘家侄 你要按背排下来 比孝文帝高一辈 当然 年龄不大 你别以为娶个老太太 比孝文帝小三岁呢 比孝文帝小三岁呢 年龄不大 但辈高 辈高 不知道他们咋弄的 反正是辈高 可能 跟这个皇家早婚有关系 这个托巴家结婚 有儿子太早 所以呢 容易辈低 但这里我得解释一下 你别觉得 说这是牌 那你说 他这是啥关系 孝文帝娶这俩皇后 是他爹的表妹呀 从辈上排是这样 但是呢 都不是亲生的 孝文帝的父亲 拓巴红 是他爷爷 和校园皇后 李氏生的孩子 不是跟冯太后生的 冯太后不是他亲吗 然后说冯喜那俩女儿呢 也不是冯喜跟柏林长公主生的 他是他跟他妾生的 那么其中一个后来封为幽皇后的这个冯氏 她的生母姓长 这个史书有记载 另一个被封为 被称为废皇后这个冯氏 她父亲是冯喜 没有问题 但是是冯喜哪个妾生的 不知道 反正不是柏林长公主生的 是这么个关系 当年冯太后 为了巩固自己娘家的势力 给孝文帝选妃子的时候 从她娘家挑了仨侄女 整进宫里 然后中间死了一个圣娘 这俩是姐妹 姐妹关系 但这个幽皇后是姐姐 废皇后是妹妹 最开始孝文帝非常喜欢 这幽皇后冯氏 但入宫没几天 时间不长 史书记载 幽皇后得病了 然后冯太后 还是比较疼孙子的 怕她这个 这个幽皇后这病 传染上孝文帝 就打发她这个侄女 回娘家养病 回娘家也不是个事 那个按照中国古代来讲 皇上的女人 哪能随便滥走啊 出点啥事 戴绿帽子咋着 然后就出家当尼谷吧 这是古代经常做的一个事情 是吧 我们知道那个 唐太宗死了之后 武则天不就整庙里去了 他时间不长 由于生病 被送回娘家 然后做了尼谷 他这个是什么病呢 史书就一个 就枕出枕子 那个枕字 寻马枕那个枕字 说他得了这么一个病 这个枕是啥病 这就不好说了 这个字涵盖面积太大 寻马枕啊 皮肤病啊 这也叫枕 好像肺病也叫枕 出血也 出血那种病 吐血那种病也叫枕 但从把他送回娘家来看 他得这个枕病 应该是传染病 一种传染病 有传染性 再加上他当时那个年纪 十几岁 我怀疑啊 可能是出天花了 用俗话说出兜了 那就是送回娘家了 送回娘家之后 剩下他这个妹妹 费皇后冯氏 在宫里被孝文帝立为皇后 被立为皇后 往后冯太后死了之后 孝文帝一直惦念这幽皇后 她很喜欢这幽皇后 然后就跟打听 这幽皇后现在情况怎么样 王后大家说病好了 加塞亚老太太也没了 说她病好了 孝文帝就把她接回来 接回来之后 尤其宠爱这个幽皇后冯氏 然后姐俩出现矛盾了 这个幽皇后觉得我是姐姐 我进宫还在前面 然后我一开始就受皇帝血 就趁我除息养病这两天 你把皇后卫战了 然后她俩之间产生矛盾 最后她把这个废皇后给搞倒了 为啥叫废皇后 被孝文帝废了 然后立后面这个冯氏 做皇后就是幽皇后 后宫不省心 还不是不省心在这 接下来和这个孝文帝 因为总是御驾亲征 幽皇后一个人独守后宫 漫漫长夜寂寞难耐 然后就跟人思通了 皇上戴绿帽子 这事在古代也是罕见 一开始孝文帝不知道 有一个家伙叫高菩萨 史书记载说他是太监 跟皇后思通 说太监咋还有这功呢 然后另一个传说 就是这家伙本来是个大夫 幽皇后回娘家治病的时候 就是他给治的病 治病期间 俩人就整一起去了 然后等幽皇后进宫之后 怀念他 然后就假装让他假扮太监进宫 他俩接着过小日子 谁给说漏了呢 孝文帝的一个妹妹 蓬城公主 公主丈夫死了 年轻寡居 然后这幽皇后就想让 蓬城公主改嫁给他娘家弟弟 跟孝文帝请示 孝文帝也同意了 但是蓬城公主不干 不愿意 那头婚期都定了 蓬城公主不愿意 最后他从洛阳跑出来 带着十几个随从 跑到前线 去找南征途中的孝文帝 跟孝文帝哭诉 说不愿意嫁给那个 冯家那个家伙 揭露他冯家那家伙 怎么怎么不行 然后就把他 这个嫂子皇后 跟人私通这事 跟孝文帝说了 蓬城公主为了 为了摆脱自己这个婚姻 就揭发幽皇后通奸 孝文帝在南征期间 得到这么一个消息 而且当时已经生病 孝文帝啥病没说 但是已经生病 那么还有一种怀疑 说冯氏那个传染病 恐怕没完全好 把他整回宫里之后 给孝文帝传上了 反正不知道是啥病 孝文帝已经在病中 在病中听说这样一个消息之后 那是相当生气的 回到首都对这个事进行调查 把施烂人员都抓了 一拷打都招了 确实皇后出轨了 所以把他废了 把他软禁在宫里 而且孝文帝说一句话 因为他是冯家的姑娘 不能杀了 看老太后面子 所以我说孝文帝一直到死 对他奶奶很有感情 为什么这皇后都出轨了 还留着他 是因为是冯家的女儿 看太后面子 不能杀 给软禁起来吧 转过年来 孝文帝病死 临终前下了个遗诏 给这个幽皇后赐死 临终前 把幽皇后给他毒酒 赐死 据说官员奉命去 这官员叫白整 拿着毒酒给皇后送去 皇后满院子跑 不接 说这不能是皇上的意思 这就是你们想杀我 最后没招 硬把这毒酒给灌死了 孝文帝 最不省心在这 病中 居然发现自己作为皇帝 被人戴了绿帽子 这个恐怕是 加重孝文帝病情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32岁就病死了 所以这个 娶个好媳妇 是多么的重要 孝文帝的故事 再次证明了那句俗话 男子汉大丈夫 难免气不闲子不孝 但是孝文帝 年轻去世 我觉得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 我怀疑他们家有家族病史 短命遗传 我们看一下 拓跋家前后七辈 有儿子的年龄 和去世的年龄 前面那篮 是有儿子的年龄 这个相当令人羡慕 是吧 从第一代 拓跋归 有19岁 有儿子 第二代 拓跋四 16岁有儿子 第三代 拓跋涛 最晚 21岁有儿子 第四辈 拓跋谎 11岁 这周岁 周岁11 就有儿子了 然后是孝文帝 他爷爷拓跋瑞 14岁 有儿子 有了孝文帝 他爸 孝文帝 他爸 13岁 有他 孝文帝 15岁 就有了长子 袁荀 这家族 早婚 早婚 早育 为啥倍低 传得快 当然 死得也快 完 你看 最后那一篮 去世年龄 拓跋归 38 拓跋4 31 拓跋涛 最长寿 才混到44 比我还小五岁了 拓跋谎 22 拓跋瑞 25 拓跋 红 22 就是拓跋 孝文帝 他爸 你放到这个家族里 一看 孝文帝 活32 不短了 是不是 不短了 你放到他们家族里头 一看 32 不错了 那有22 就没了 22周岁就没了 所以我以前讲 23 罗承官 虚岁 23周岁 22 古人讲 这人生第一个关口 能不能混过去 这是很重要的 好在在座各位 基本都过来了 这不用担心 孝文帝 他老爸 拓跋红 13岁 就生了 孝文帝 就这么早 这么往前赶 也没看着 孙子 咋的 22就没了 13岁 有儿子 居然没看见孙子 你说他们家 这个 这个 这个结婚年龄 生育年龄 和去世年龄 都显得那么怪异 所以后来 古人总结 不能太早 要孩子 容易短命 这古人根据 他们家族 总结出来 而我觉得 这个 拓跋家 可能有家族 遗传病史 我怀疑 为啥都这么短命 所以 放到这个家族里头 这个年龄 一看 孝文帝 这个年龄 不算怪异 应该说很正常 你就别怨老婆了 不戴绿帽的 可能也过不了 这一关 怎么评价孝文帝呢 我们现在 你看任何历史书 都是正面评价 孝文帝的汉化改革 推动了什么 黄河流域民族融合 为圣堂打下了基础 怎么怎么样 都是正面评价 但是 最后给大家 提出一种反思 孝文帝所在的朝代北魏 建立于公元386年 到公元557年分裂 也就是说 孝文帝改革前 北魏王朝 已经存在了一个世纪 一百年了 一百年左右了 而在孝文帝死后 五十八年 北魏干黄了 你要从这个年头来看 那你说 孝文帝这改革 它到底有没有效果呢 未改之前存在一百多年 改完之后 五十八年就没了 这个改革的效果 究竟我们应该怎样去评价 我没有答案 我最后以一个问号 结束今天的分享 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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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